字幕作為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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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大家好 我是簡單哥 跟著簡單哥做菜 讓你生活變得很簡單 來 我們今天7-11出好菜 來到了第三集 來 有網友跟我說 他想用茶葉蛋 叫我們教大家做一道料理 茶葉蛋 就茶葉蛋這三個字 要我們幫他想出一個料理 把它當成下午茶好了 我們用茶葉蛋配上吐司 稱它為茶香蛋吐司 再送你一杯香蕉OLEO來洗 讓你的下午不在空虛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食材有 來 以下請截圖 這些東西都是7-11買得到的 來 我們的晨光吐司 7-11最順利 給它打開 來 把我們的吐司放在這邊 起司 我們把它放上去 來 讓它熱鍋一下 我們可以煎一下 我們的吐司 來 熱鍋之後 來 上點油 好 一點點油 小火去煎它 把我們的起司 來 我們下去給它煎 就煎裡面 大概30秒左右就好 小火煎30秒 紙煎裡面保持吃得到吐司的鬆軟度 稍微的均勻一下 然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一點純金黃色這樣子 來 我們就第一片就好了 我們放上我們的第二片 一樣 來 給它 好 也可以了 來 我們給它上來 肚子給我燙到 我們先用鏟子 來 上來 好 我們準備了三個茶葉蛋 來 茶葉蛋切一下 來 切好之後來 集我們的美乃滋 好 大概這幾塊的美乃滋 它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左右 這個 美乃滋的多寡 依你個人喜好下去 加多少 你什麼要加 我就會加比較多 了解嗎 來 再來我們加一點 我們的白胡椒 一點點的白胡椒 再來 我們把它拌一拌 把它拌開 好 再來 我覺得我們的起司不夠融 稍微用我們的噴槍給它帶一下 稍微用我們的噴槍給它帶一下 如果沒有沒關係 稍微給它帶一下 再來 剛剛 拌好的茶葉蛋 來 給它下去 來 這樣子不就是用茶葉蛋做出一道 簡單的下午茶吧 來 把它用外面來蓋上去 滿滿的茶葉蛋 來 我們茶香蛋吐司 來 這樣就完成了 真的很簡單 來 再來 我們的 下午茶喝什麼 香蕉OLEO奶昔 好來 那我們現在來做我們的 香蕉OLEO奶昔 這塊阿 你要把它拌開的時候 我們的牛奶阿 我們的OLE阿 我們的香蕉 全部都冰過 因為它等一下 比較不會那麼快 首先阿 兩點香蕉來 我們取一點點起來 這個等一下我們要當裝自用的 再來我們的香蕉 把它剝皮 整根我們就不切了 整根給它下去 再來我們的冰淇淋 我們今天是用這個品牌 你也可以用小叉冰淇淋 都可以 看你喜歡什麼 來 這碗給它下去 再來把我們的冰塊加進去 再來我們的牛奶也加進去 好 好 然後我們就開一下 來 好來 我們就不另外加糖了 我們吃比較健康的 它本身冰淇淋 跟這個OLEO 都都有甜 再來 把我們的OLEO放進去 記得放進去 就不要攪太久了 你要保留一些顆粒 把我們的OLEO下去 好 一樣再蓋起來 稍微的攪一下 就不要讓它攪在那裡 好來 不要打到太爛 來 來這樣子就可以了 來看一下 不要打得太爛 才保留它的顆粒 好來 我們上香蕉 我們這裡留一點點來 擺試用 我們的OLEO 來 放上去 再來 香蕉 放上去 再來 我們的吸管下去 這杯 橡膠OLEO奶也就完成了 好來現在這個下午的時間 來嘗嘗我們的茶香蛋吐司 配上橡膠OLEO奶也就完成了 來 有刀叉 齁 齁 炒點整個把座子收起來 齁 忘記旁邊工作人員大概有12個左右 齁 來 你能想像 它裡面的餡料是用茶葉蛋攀妹 是做出來的嗎 一個茶葉蛋把它變出一個簡單的料理 好吃 配上我們的 耐心 這個悠閒的下午如果 影片吐司裡面有豐富的料 再加上一杯自己做的奶 真的是這個下午一點都不空虛了 簡單哥下廚 隨性不含糊 如果有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到我們的Youtube 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記得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更要記得去我們 簡單哥的粉絲專頁按讚追蹤加搶小看 來如果有喜歡我們這系列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投稿給我們 你看你喜歡全年系列 全家系列 甚至什麼什麼系列的 簡單哥都會盡量把它變成創意料理 來呈現給大家 我是簡單哥 我們下次見 掰掰